圣灵的印记,讲到记录第十四期,读经以福所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,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,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,也信了基督,既然信他,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,这圣灵,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,只等到神之民被赎,使他的荣耀的助称赞。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节,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,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,等候的熟的日子来到,今天所读的这两处圣经,可以说是全部圣经中唯一说到圣灵做印记的圣经,圣灵对于基督徒,基督徒对于圣灵,这两方面的关系到底如何,是我今天所要讲的。 有一件关乎圣灵的事,我要请你们特别注意,许多人以为人已经得救了,不错,但是还当求的圣灵。 现在,我要和你们证明,到底这话是靠得住,是靠不住,但是,请你们不要以为我说了,就以为是可靠的。 你们要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,因为圣经的话是可靠的。 我们现在来看以福所义章十三节,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,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,真理的道是什么呢?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。 我们既听见福音之后,我们便信了基督,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人,是基督,不是道理,不是什么学理。 真理的道告诉我们那位能救我的基督是怎样?是叫我们听见了福音之后,就信基督,不是叫我们信福音书,信基章纸上所讲的道理。 这是假的,这不会救我们。我们听是听见了真理的道,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,我们现实信了基督,所以第一步是我们听见真理的道,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,第二步是信了基督。 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听见了基督,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救字,在原文里是顶紧要的字,是说,就在你信的那一刻,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救,不是说,叫你等一等,叫你等三天,叫你等五天,叫你等多少时候,才受圣灵。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,就,就是,就弟兄姊妹们,你们今天坐在这里,让我问你们,你们听见过真理的道没有?你们相信了基督没有?如果你已经听见了,也已经信了基督,你想你有没有圣灵呢?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,就有圣灵住在信的人里面,像印那样印着,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呢? 我告诉你们,无论是谁,是一个退后的基督徒也好,是一个顶不好的基督徒也好,无论如何,圣灵住在他里面和住在别的信徒里面是没有分别的。 等一等,我要告诉你们,一个圣洁的信徒和一个不圣洁的信徒,一个顺福神的信徒和一个不顺福神的信徒,他们对于圣灵的感觉有何等的分别? 但是圣灵住在圣洁的信徒里面,与住在不圣洁的信徒里面,住在顺福神的信徒里面,与住在不顺福神的信徒里面,是一样的,是没有分别的。 无论如何是没有分别的,别的都有分别,但是这件事,圣灵住在里面做印记是没有分别的。 如果你已经听见过福音,你也信了基督,就圣灵住在你里面和住在别的信徒里面是没有分别的。 如果你没有信基督,那就有分别了,这是定规的,无论何人,他的生活好也好,不好也好,进步也好,退步也好,顺福神或是不顺福神也好,都无分别。 如果你以为你顺福神,你爱神,你有快乐的感觉,你看现一项,火焰等等,你就有圣灵,不然的话,就没有圣灵,这就是一端。 无论如何,信主的人总有圣灵,我们信的时候,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 这里,十三,说,是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,什么叫做应许呢? 全本拉太书告诉应许是白白的得,应许是恩典,不是供价,是神白白给我们的。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。 他们以为,必须灵性生活达到如何地步时才有圣灵住在里面。 启之圣经启示,我们知道,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乃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工作,并非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。 我们只要看旧约的一个预表就知道了。 立位纪十四章二十五节说,要宰了赎千记的羊羔,取些赎千记生的血,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,并右脚的大拇指上,这样做有何事情发生呢? 底下二十八节就说,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,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血所抹过的人。 油也抹它,没有血的地方,油就不抹它。 油之所以抹它,是因为先有了血,圣灵之所以降临,是因为已有了血。 不是因你和我的行为好,是因为有了血,神就把所应许的圣灵倒下来。 所以凡听见真理的道,又信了基督的人,就得着了圣灵。 一道圣灵做印记,十三节的末了,说圣灵像什么呢? 向印记感谢神,因为圣灵是向印记的。 弟兄姊妹们,你们晓得为何要盖印呢?印记又是何意呢? 提后二章十九节说,上面有这印记。 一,说,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 二,又说,凡称呼主明的人,总要离开不易,所以印记的意思有二。 第一,就是凡物盖过印的,就是表明这物乃是盖印的那个人的。 第二,就是被印者身上有了一点是与那个印相同的,主认识谁是他的人, 就是表明凡经过主盖印的人,都是属乎主的,凡称呼主明的人, 总要离开不易,就是表明凡经过主盖印的人,都应当向主才可以。 盖印的第一个意思是说,我们是属乎主的,第二个意思是说,我们与主是相同的,是向他的。 比方,我用印把火器印在信封上,就看见信封上所印的印,和我本来的印是相像的,是一样的。 有时,我们看见儿子像父亲,女儿像母亲,就说他们,或是他们是从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。 这就是圣灵做印记的二个意思。 所以,圣灵就是印告诉我们两件事,一,我是属乎他的人,二,我应当向他,因为他是圣洁的。 以辅佐人对于圣灵做印记的事,比我们领会的更有滋味,因为他们那地方是做木头生意的。 以辅佐地方是临界海口的,木头都是从山上伐了,放在溪流里留到他们那地方的。 我曾读过一本书,讲到以辅佐地方,常有许多客人到那里买木头,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一颗不同的铁印像一个铁锤,他们固定了价钱,商量妥了,每一个人就把他所买的木头,用自己那一个锤印在每一根上都打了一个印就回去了。 无论是过了三月,五月,都不要紧,因为他们并不立刻就用这些木头,当他们要用时,就派亲信的人带着从前的锤印来取。 他们只要将木头上的印记与自己的锤印相比较,凡是相同的,就是他们的,就可取去。 这样做一点也不会弄错,我们福州也是如此,这些买木头的客人在敏江上游买,好了木头,用锤印打上,然后把木头从敏江留下来,游到福州,等买客自己按印来任个人所买的木头。 神不只用圣灵做印记,在我们里面盖了印,表明我们现在是属乎他的,并且告诉我们,我们这样的受了印记,乃是一直等到我们的熟的日子。 所以,四章三十节说,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,等候的熟的日子来到,这里并非说,等一等,乃是说一直等,等到的熟的日子,的熟的日子又是何意呢? 就是我们的身体被熟,被提上升的日子。 主来提接信徒时,不是有的信徒在上海,有的在南洋,有的在中国,有的在英国,有的在非洲等触摸,主如何会认识他的人呢? 是因为有印记,印记就是围得熟的日子才有的,有了印记就不会乱,不会错了。 神也像买木头的商人一样,要照着他的印记来接收凡属乎他的人,没有圣灵的人就不是属他的,他就不要,凡有圣灵的人就是属他的,他就在合宜的时候要提接他们回家。 至于被提的次数和次序,印记是在本题之外,顾虑而不提,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起头是得救,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末了是得熟,从起头到末了,圣灵都是做印记的。 圣灵就是神的印记,不是圣灵来印记,乃是圣灵做印记,是神将圣灵印在我们里面。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,你的地位就顶危险,如果你是信主耶稣做救主,做主的,就不论你是出信的,或是已信多年的,你都是稳妥的,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。 住多久呢?是一直到得熟的日子,有人想我不好,我跌倒,我犯罪,所以圣灵就不住在我里面。 但是圣经说,只等到得熟的日子,教会中有一种的刊物叫做明心图,其中有许多点好的真理,但是其中所说的圣灵教训,完全是错误的。 他把圣灵化成一只鸽子,当人犯罪厉害的时候,他便飞去了,人的心里就没有圣灵了,所剩下的不过是魔鬼和各样的私欲而已。 这是一个大错误,圣经顶清楚地告诉我们说,在新约的时代,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是一直等到的熟的日子的,不会半途而去的。 神一字用圣灵印了我们,说我们是属乎他的,就是说我们是永远属乎他的,这是不能改变的。 但是还不止此,还有一方面顶荣耀的恩赐,就是教我们有能力向他。 神打印在我们身上,不只表明我们是属乎他的,并且也使我们这些被印的人像他的印一样。 我们知道,我们如果用一个印印在稍软的蜡上,这蜡就顶自然地显出这印的形状来。 我们被神用圣灵印在我们里面,我们就得了神的性情和生命。 这性情和生命是像神的,我们如果顺着这性情和生命而活,我们就必定会在人间有像神的生活。 许多人误会了,以为说他们自己应当怎样地改良、修行,并劳苦地做工,才会叫他自己像神。 岂之不然,因为是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,已经使我们像他了,在我们里面已经有那一点是属乎神的了。 神并没有命令我们去像他,因为我们若要凭着自己来像他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,我们也有责任,就是要显明这一个形象,不让世界的什么来遮掩这形象。 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呢? 就是在我们里面,已经有了神的印记,借着这一个印记就是圣灵,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。 有了这样的预备,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? 让我们知道,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裤藏,从其中我们能拿出各样宝贝的东西来。 我们得了这个印记的人所负的责,不过就是在一面算自己像罪是死的,相信一切和这形象反对的,都已经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对付过了。 在另一面,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,让他的圣灵活出神的生命来。 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,我们并没有失去神印记所给我们的形象,乃是将这形象遮掩了,以致外面没有属神的生活。 二道圣灵作至现在,请看十四节。 这圣灵,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,原文作至,只等到神之敏,原文作产业,背熟,使他的荣耀的主称赞。 保罗在十三节里告诉我们圣灵像印记,把我们印一印。 一,表明我们是属乎神的。 二,使我们像神。 他在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灵像制,俗话说定钱,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保罗不只告诉我们圣灵印了我们,并且告诉我们圣灵是给我们做定制的,做定钱的。 这定钱,在原文里的意思是,一,定钱,二,样品。 一,一,定钱什么叫定钱的呢? 比方说,我买一块地,讲好了二千元,我先付定阳一百元。 这个意思是,说卖主先收一百元,其余的后来,我都避给他。 我是先付给他一部分,后来要付给他全部分,我若是信实的,就我在将来必定应当将所剩下的一千九百元全给他。 神也是这样,他给我们圣灵做定制,是先把天上福气的一部分给我们,来保证将来他要将天上全部的基业都给我们。 神是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律法上不可更改的地位,他已经付了定钱,他将来就不能不全给。 神的圣灵,就是神的应许的保证。 圣经中说到我们信的人,将来所要得的,也不知是何等的多。 但是,我们怎么知道他要照着他的画作呢? 因着圣灵。 神用圣灵做定钱,证明他所应许的没有一样是落空的。 神即将圣灵给我们做定钱,就是借着圣灵对我们说,一切我必定都给你们。 他这样一做,就没有摇移的可能。 世上有谁付了定钱后,来不付全资呢? 除非他是不诚实的。 神是信实的,公义的,他既给了定钱,他总必全给。 毛罗先生说,定阳像什么呢? 像定亲的戒指,意思就是你的未婚夫现在给你一小部分,将来到你出嫁的那一天,他所有的也都是你的。 所以,神把圣灵给我们做定钱,就是表明我们天上所有的都要给我们。 二、样品当时的人,还有一种风俗,就是在买地时,不止买主预付一部分的定钱给卖主,并且卖主也是预付一部分的货样给买主,把土挖一块给买主。 意思是,今天给你的土是怎样,就将来给你的土也必是怎样。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,不只是做定钱,并且也是做样品,叫我们预先尝到天上的滋味。 叫我们知道,神今天所给我们的兴致是如何,就将来所要给我们的兴致也是如何。 今天给的是银,将来要给的也必定是银。 今天给的是金,将来要给的也必定是金。 神今天把圣灵赐给我们,就是叫我们今天在地上,就预先能尝到天上的滋味。 弟兄姊妹们,今天你尝到了天上的滋味,没有。 圣经是告诉我们说,保罗曾听见隐秘的言语,曾尝到天上的滋味。 我们是与神相交的,我们也彼此在主里有交通。 圣灵就是我们所借以与神交通的,圣灵也把天上的快乐给我们,把主的爱交灌我们。 当我们亲近主,敬拜主时,或是彼此有交通时,我们岂不是觉得有主的爱和快乐吗? 这就是预先尝到天上的滋味。 有一位弟兄和我谈起主的爱,他说,当主的爱压住我时,连坐都坐不住,真是要起来出去跑才好。 我们今天所尝到的是好的,是多的,但是将来的还要好,还要多呢? 有的时候,我们觉得主的爱,主的喜乐像火烧似的在我们里面。 但是,今天我们所尝的还少,将来所尝的要更多。 我们今天所尝的是一点,今天一点,明天一点,后天一点,将来有一天所要尝到的不止这一点,不知道是如何好法。 好到我们要说,就是游泳式那么长,还是太短了。 所以,我们要记得,神今天赐给我们圣灵做定钱,是有两个意思的。 一是,今天给了你一部分,将来必要给你全部分。 一是,今天所给你的是如何,将来所要给你的也必是如何。 当初以色列的探子,从以十个谷砍了一挂葡萄,是用两人抬回的。 他们告诉摩西说,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,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,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 明十三二十七,这一挂的葡萄,就表明了迦南地的性质,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也像这挂葡萄一样。 今天的是如此,将来天上的滋味也必定是如此。 我们感谢赞美神,祂赐我们圣灵,不只做我们的定钱,保证祂将来要给我们全部分,并且也是叫我们预先尝到天上的滋味。 神道不要叫圣灵担忧我刚才是说神的恩典,现在要说到我们的责任,刚才是说神给我们多少,现在要说到我们当父的责是什么。 我们读以福所四章三十节,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,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,等候的熟的日子来到,你们看,保罗是把圣灵做印记来劝我们。 保罗的意思是说,因为有圣灵做印记了,所以我们不应当叫神的圣灵担忧。 担忧是什么意思呢? 这里是不是说不要叫神的圣灵发怒呢? 不是,圣经是明说,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,不是发怒,乃是担忧,这是爱。 有恨就有怒,你不能叫神的圣灵发怒,但是你却会叫神的圣灵担忧。 我们感谢赞美神,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,从来没有一次因恨而发怒的,他乃是担忧,无论我们是如何不好,圣灵并不发怒,他只是担忧。 我曾听见有人说,你不要叫圣灵担忧到圣灵跑了,这是没有的事。 保罗说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之后,底下立即接着说,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,等候的熟的日子来到没有一个基督徒,能向大卫祷告说,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 诗五一十一,这是旧约时代的人的祷告,新约里没有这样说过。 没有一个受过教的基督徒能如此祷告,如果有一基督徒懂得什么叫做福音,就永不会有这样的祷告。 就是因为圣灵不会跑,所以保罗才劝在以夫所的信徒说,不要叫圣灵担忧,当一个人不好时,如果是人的话,他不是因这人的不好而发脾气,就会因受不住而跑掉。 人会发脾气,人会跑,但圣灵不会跑,圣灵会担忧,如果他会跑,他就不会担忧了。 圣灵不能发怒,因为他爱你,圣灵不能跑,因为他爱你,所以你不应当叫他担忧。 担忧是什么意思呢?是和马太二十六章三十七节的忧愁同字。 弟兄姊妹们,这里的忧愁是怎样的忧愁呢?是主在克西玛尼,因神要把罪都归在他身上,他极其难过,几乎要死的忧愁。 如果一个基督徒软弱,犯了罪,住在他里面的圣灵,是像主那样忧愁,像主那样难过到几乎要死,他是一直在你里面担忧。 你当知道这并非一件小事,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只有两个光景,不是喜乐,就是忧愁。 所以,我们应当自问,住在我里面的圣灵,到底是喜乐的呢?是忧愁的呢?如果他不是喜乐,就必定是忧愁。 你不能叫圣灵也不喜乐,也不忧愁,愿意神给我们亮光来认识我们的自己,好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这样悖逆,是这样犯罪,是这样不好。 但是,圣灵在我们里面,并不发怒,并不跑走,却因着爱我们的缘故,而在我们里面忧愁。 当主在克西玛尼园时,他对门徒说,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石摩? 泰二六四世下,主的忧愁是片石,或作一小石。 但是,圣灵住在我们里面,因为是要等到得熟的日子,所以是一个长久的忧愁。 主耶稣的忧愁,片石过去了,但是圣灵受我们罪的压,是一天过一天,一时过一时的。 如果我们长久地背逆他,不听他的声音,你晓得他是怎样在我们里面忧愁呢? 我不晓得圣灵在你里面是喜乐的呢?是忧愁的呢? 你应当知道你不是叫他喜乐,就是叫他忧愁。 到底什么是叫圣灵忧愁的呢? 罪,得罪别人的,误会的,喜欢批评人的,或是把别人秘密的事情偷得来说说, 或是喜欢找人的错处,吹毛求疵,或是不赦免人,或是在神的工作里, 在自己家里,在一切的事上不忠心,或是你不能爱人,或是你找机会,叫你自己得益处。 我告诉你,这一切罪要叫圣灵在你里面担忧。 不止罪叫他忧愁,还有你不肯顺从神的意思,为自己拣选道路,走在错误的道路上, 我告诉你,这也是叫他担忧。 不仅如此,少年的基督徒外世界,舍不得放下世界,不肯吃苦,不肯为主作见证,或是不顾罪人的灵魂,心里冷淡。 不管人家得救也好,人家沉沦也好,我告诉你,这也是叫圣灵担忧的。 你会叫圣灵担忧,但是他不走,他也不发怒,他爱你,他在你里面忧愁。 有时你要说,我为何不快乐呢? 我告诉你,如果圣灵不快乐,你也不能快乐,圣灵快乐,你才能快乐。 如果圣灵担忧,你怎能有快乐呢?你就是有世界的快乐,也不能叫在你里面的圣灵快乐。 如果你明知应当如何行,你却不照着圣灵的引导而行,就叫你里面的圣灵担忧。 你也就不能有真快乐,你只能在圣灵里喜乐,在你里面的圣灵,若不喜乐,就你也不能在圣灵里喜乐。 但愿神今天给我们亮光,叫我们的却知道,圣灵是做印记,圣灵是做定制的。 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所负的责,就是不叫圣灵担忧,这是我们天天应当警醒去做的。 但愿神祝福我们,1931年2月21日于上海。